高潮不衰竭 戏剧永远在 大家好 我是范巴斯腾 欢迎来到范巴斯腾说题 有些好朋友跟我说 说范哥 有一些阿伟罗的所谓粉丝 包括他的主播 但是他们都不懂求 我们理解他们 但是他们不能胡说 他们说啥了 说你看啊 如今求生梅西已经三十五六岁了 这个如果不在巴黎续约 巴萨如果再不要 什么英超俱乐部不报价 这个梅西只能选择 要不是跟沙特 签约 就是沙特的利亚德新月俱乐部 要不就是到美之联 我说了 梅西不是你们的偶像阿伟罗 你们的偶像阿伟罗 三十五六了 全欧洲不要 他跑沙特去了 你们就以为求生梅西也是 全欧洲部的都不要 你们咋想的 总是把梅西跟你们的偶像一样 那既然这样 你们就不要总整天朝勤暮处 密这个又粉这个 那么就算是求生梅西 加盟美之联 人家呢是美国体育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签约 对不对 那如果求生梅西答应沙特的利亚德新月的报价 年薪4.2亿欧元加盟 那不也是年薪顶你阿伟罗在沙特总合同的都两倍以上了 你们盼着梅西去啊 哎 何况人家求生梅西不缺下家 巴黎抢着续约 巴萨抢着他回去 等梅西五月份的这个合同到期以后 如果不跟巴黎续约英超俱乐部 一甲俱乐部都将报价 当然了沙特和美之联也在抢 所以说求生梅西是不缺下家的 为什么不缺下家 啊 有些朋友跟我说了 说范哥梅西加盟巴黎这 哎 一个多赛季啊 仰来讲是一年半以来 哎 梅西获得的这些成就 已经足够伟大了 就在他巴黎 这个一年半获得的成就 就已经比几乎所有历史上所有伟大的球星都要多了 啊 我哎 简单的哎 总结了一下 我不知道有没有遗漏 有遗漏 大家可以补充 我把求生梅西在巴黎一年半获得的个人荣誉 集体荣誉等这些成就 啊 我跟大家说一说 看看求生梅西这一年半的巴黎生涯获得的这些成就 是不是就是血虐了你阿伟罗整个生涯 那么好 我们一个一个说啊 求生梅西加盟巴黎一年半以来 是不是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而且也是世界杯的最佳球员 就是金球奖啊 就是七战有五战是最佳啊 而且是这个打尽了啊 七球三注啊 顶阿伟罗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杯五届世界杯的进球家助攻总统 同时求生梅西也在本届世界杯上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 无论是阿克廷国家队还是所有国家历史上在世界杯的一系列 啊 记录 有的是被求生梅西打破的 有是有的是求生梅西创造的 而且这个 以后这些所有他在世界杯上创造的这些记录 几乎没有人可以打破 甚至可以接近都都很难啊 那么也包括了这个世界杯历史上的啊 进球家助攻总制造进球的历史第一名啊 那么同样求生梅西在梅和巴萨续约的这个情况下 率领阿克廷国家队获得了美洲杯的冠军 同时也荣赢了美洲杯的最佳球员和最佳射手啊 包括哎求生梅西和阿克廷国家队还获得了欧美杯的冠军 哎 这个梅西也是这个欧美杯的最佳球员 那么个人重大荣誉求生梅西还获得了2021年的金球奖 这是在巴黎巴黎俱乐部历史上唯一一座金球奖 七星连珠啊 那么下一个金球奖又在向求生梅西招手 同时梅西也获得了2022年的世界足球先生 对不对 同时也在这个同时的国际足联的年度颁奖典礼上 第16次啊 入选国际足联的年度最佳阵 这也是历史第一和历史唯一啊 你看 目前已经七个金球奖和七个世界足球先生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包括呢 求生梅西在俱乐部中啊 已经连续在就是说 加上巴黎的这个赛季 已经连续16年 16个赛季 进球奖助攻全都上售 啊 当然了 现在这个第16个赛季还在踢 所以说 呃 官方给出给出的是连续15个赛季啊 求生梅西进球和助攻都上售啊 那么历史第一和唯一 那么本赛季结束以后 官方就将官选第16次 同时 目前的欧洲五大联赛的啊 进球和助攻总榜啊 就是欧洲五大联赛所有球员在技术部和国家队的进球加助攻总数 求生梅西也是第一 同时求生梅西也是欧洲五大联赛 所有球员中几分排名第一的球员啊 所以说梅西还是这个事业上最好的球员 另外呢 哎 求生梅西在巴黎啊 也驻巴黎夺回了法甲冠军 因为梅西来的头一年 法甲冠军不是巴黎 哎 还获得了法国的超级倍 呃 包括哎 在国家队求生梅西的进球超过100个 得到了国际足联 以及因凡蒂诺的亲自祝贺 啊 这个求生梅西也在本赛季达成了欧洲俱乐部 历史射手王的荣誉啊 也是这个这个欧洲五大联赛啊 历史上就是说五大联赛的纯进球 也是历史最多啊 也是唯一一个在五大联赛进球超过700球的球员 这都是历史第一和历史唯一 包括俱乐部历史的进球加助攻总数 突破了1000个啊 也就是制造进球破千啊 生涯国家队加俱乐部的历史制造 啊进球总数突破了1100个啊 具体详细的数据大家就可以自己找 在这里就不说了 所以说求神梅西 就这样 在巴黎刚待一年半啊 离开巴萨一年半 哎已经36岁了快就达成了个人和这个集体荣誉 国家队和俱乐部一系列成就 包括设备冠军等在内的一系列大满贯 又一轮的个人和集体荣誉大满贯 还相向求神梅西招手 因为明年的美洲杯以及2026年的世界杯 全球都西方梅西率领阿克廷国家队未免成功 那么我们再相比一下 你说近年来号称是一风的来万 也是巴萨没跟梅西续约 却跟来万签约的啊 这个情况我们都清楚啊 阿里路球迷还说你看看人家宁可要来万 都不要梅西啊 来万最近在巴萨的14战 已经有11战没有进球了 啊 那个阿里路呢 已经乔州没人要到沙漠去踢球了 啊 更加不值得来比了 那么以后求神梅西在欧洲五大联赛的任何一个进球 啊 任何一个助攻都将独自创造引领 保持这个记录啊 跟你谁都没关系 对不对 你阿伯罗永远也不可能再追进了 你在沙漠进球都费进了 啊 所以说当今五大联赛中啊 只有啊 哈兰德和姆巴佩 你看可不可以 一个姆巴佩一个哈兰德 这两个人能跟求神梅西来比较啊 这两个人无论是哈兰德还是姆巴佩都是求神梅西啊 有可能未来退役以后世界足坛的顶梁柱 如今的风头除了他们两个任何一个年轻球员跟梅西都比不了 这就是求神梅西 这就是已经即将三十六岁的历史第一人求神梅西 所以说求神梅西如果跟巴黎不续约合同到了 全欧洲全世界都将争抢求神梅西 你看这么厉害的球员生涯就是在巴黎刚踢一年半就超过了你所有人 哎 整个生涯都难以企及的这些成就 那能不要梅西啊那要谁啊啊 所以说阿伟罗球迷来的碰瓷 哎 简直是难等大雅之堂啊 我们梅西的球迷永远快乐 我们是国际足联的这个最佳球迷 我们的偶像是国际足联啊 全球公认的世界足坛 甚至是整个世界体坛的历史第一人啊 我们没有资格啊 也没有义务啊 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啊 你是应当帮助帮助他们 哎 就是你们阿伟罗这个群体 对不起 你们自己的事情 不要来碰瓷了 好了 我们今天也讲到这 我们下期讲再见